他一定會建一個什麼database出來 那我們就是地標1好了新增 地標2一樣新增幾個 然後再來就是顯示 那這裡面的東西放哪裡呢 其實因為我們是用瀏覽器模擬出來的 不過將來也在app手機也是一樣 他會建一個資料庫在你手機app的根目底下 會有一個data的資料夾 你去找裡面也會有一個資料庫 他副檔名就是點db 那名稱的話因為我們給他名稱叫mydb吧 所以會mydb點 點副檔名就db 你可以把它抓回來然後再利用對應的那個瀏覽器那個軟體可以把它開起來我那邊有一個叫 SQLize Browser其實可以把資料抓回來看 那如果說你想要知道在網頁的什麼位置一樣按F12 裡面這邊不就會有叫web SQL 展開來有沒有 就會有一個什麼呢 mydb有沒有展開來 然後呢 有沒有發現 table01就出來了 那他就會出現他的欄位名稱 id跟username 然後呢這邊的話就是他的 編號 那編號我們印射的時候沒有沒有給對不對 因為id他是primary key 所以他會自己幫你加 你只要加什麼db1db1一直往下 就OK了 那實際上這一題啊 如果你不用那個資料庫 用local storage 也做得出來 沒有問題 所以動動腦筋 把 前半段的東西 想想看 因為可以set set不就是等於新增了 對不對 那可不可以get get不就查詢嗎 只是跑圍圈出來而已啊 可不可以刪除全部 可以啊 那個local storage 電 clear 全部不就clear 那觀念是一樣的 所以也是 沒有問題的 那只是說 請各位 動動腦筋 再來 就要再交作業了 交作業的話 因為班長有講 就有提到 我們在6月26號是成果站 所以我們要在之前要交給你 不要 過了那就沒有 那就 就 還是要交了 期末還是要打個成績 那所以交的方式的話 非常簡單 第一個 我剛已經用雲端開一個 就是 我們的分享區裡面 我看一下你把它重整一下 那開的方法特別是要 這邊一個作業區對不對 請各位作業區點擊進去之後 在你的右上角 一定會有一個 開啟雲 在雲端一點中開啟 你的帳號這是我的帳號 然後呢因為我是有開放權限 所以 你按下去之後的話 他會跳出到這邊有一個作業區 請你把它點擊之後 建立一個資料夾 你的學號加姓名 在裡面的話 比如說你的學號 學號加姓名 是你們是100 這樣好了 假設這樣然後某某某對不對 按一個 建立 並共用 再來點擊進去 再把你的 作業 傳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OK 所以用雲端來做的話 應該會簡單許多 那你可以傳 APK也沒關係啦 比如說你丟到上面再下來 或者你把你